这期我们分享六种阴险小人面相 一、眉毛散、邪视 眉毛代表着性格 眼睛代表着心灵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长得散落眼睛喜欢邪视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急躁 脾气比较古怪 做事缺乏理智和思考 容易冲动行事 没有耐心 在人际交往方面缺乏信用 内心狡猾而奸诈 一会一个想法 做事也是反复无常 从来不会向他人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自己本有本事 也见不得别人过得好 心术不正 一生不俱才 二、卧蚕落线 卧蚕即是眼睛下方的下眼瞼部位 在香学中也称为子女工 代表着一个人的福德 感情和子嗣 如果一个人的卧蚕部位长得干枯塌陷的话 这种人大多内心冷漠寡情 心肠比较狠辣 属于那种内心非常阴暗的类型 喜欢在背地里做坏事 使绊子 但是又比较的善于伪装 总是把自己伪装成一副弱者的形象 博取别人的同情心和好感 做起坏事来 确实铁石心肠 毫不顾虑 最终落得众叛亲离 三、三角眼、三白眼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眼神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精气神 三角眼的重要特征便是眼睛的上眼皮上调明显 整个眼形成三角状 这种眼睛的人一般私心极重 心肌颇深 而且心胸狭隘 喜欢斤斤计较 将利益看得极重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而三白眼指的是眼睛的眼白较多 同人上下有眼白露出 这种眼睛的人一般野心比较大 而且内心也特别的敏感 待人处事方面不够真诚 也不会真正地付出自己的感情 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与这种人打交道的话 一定要小心 四、鼻梁歪斜 鼻头带勾 鼻子及人品 正所谓鼻症则心症 鼻歪则心歪 像书中也有着鼻有三弯 齐心必肩的说法 鼻梁歪斜的人大多内心不够正直 歪点子比较多 总想着一些不劳而获的事情 算计心特别重 而若是鼻头肩洗下弯形成金钩鼻的话 这种人大多属于自私自利之人 眼里只看重金钱和利益 而且资助比较 喜欢算计 做起事来毫不留情 甚至不惜出卖友情和亲情 给这种打交道 还是小心为上 不然必吃大亏 五 颧骨 腮骨横突 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 腮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 如果一个人的腮骨和颧骨长得横宽高耸的话 这种人一般占有欲极强 凡是喜欢占据主导 而且贪念和野心极大 不知道满足 热衷于权力和金钱 争斗之心非常的强 为人还特别的固执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为了达到目的 做事不择手段 不顾道义 毫无忠诚和信用可言 为了一己私欲 容易做出一些望运负义之事 六 嘴歪不正 嘴巴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歪斜不正 或者嘴唇外翻 牙齿外露的话 这种人一般好胜心极强 从来不会轻易地认输 也不会轻易地服人 牙尖嘴利 从来不会在言语上吃一点亏 说话不注意分寸 有什么说什么 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还喜欢在背后搬弄是非 挑拨别人的关系 非常的惹人讨厌 属于典型的小人面相 好了 这期内容分享到这里 如有困惑看视频上方咨询 欢迎关注本频道 本频道日常分享相述小知识